那至於那個聲音 可不可以改 也可以 但是我跟各位講 聲音的改 是沒辦法針對的 比如說A這個人是什麼的提醒聲音 B那個人是什麼提醒聲音 對不起沒辦法這樣獨立 你要改就聲音全部一起改 那也有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睡覺時間 可不可以在我晚上要睡覺的時間 我一律不要讓它打開來 就一律都不要聽到聲音 不可以也可以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改你那個叮咚的聲音 覺得那個比較刺耳的一點 你希望換別的 怎麼弄呢 你先不要再聊天的情況 比如說好我舉個例子 在好友的情況也可以 然後右邊這邊有個其他 你點其他 之後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設定 可以看到一個設定 點進去 設定點進去之後呢 首先我們來看 有一個叫提醒 提醒可以點下去 提醒點下去之後 就有一個叫做提醒鈴聲 提醒鈴聲 然後這邊默認鈴聲 這個是其實默認其實是那個大陸的翻譯 其實照理說應該是預設的鈴聲是什麼 大陸把那個預設就直接是叫做默認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點下去 比如說它有很多你可以點一下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鳥叫就比較沒有那麼刺耳 你各位可以試試看 按那個鳥 我重新設 比如羊琴的 羊琴是這樣 它鳥叫的 或者是口哨的 口哨可能就會比較尖銳一點 各位自己可以嘗試看看 你想要哪一個 如果OK的話 好 點了之後它打勾 你就可以退回上一頁了 它就是鳥名的聲音 好 這是設定聲音 設定聲音 那我們來看一看 還有其實那個提醒的部分 不是說提醒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想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要有那個任何的人的來的line 我都希望都不要有聲音吵到我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剛才我不是 我再講一次從哪裡 就是比如說在那個 不是聊天的情況之下 我進到line一下 不是聊天的情況之下 就很多人的列表 比如說好用的列表當中 到右邊這邊 其他按設定 然後呢 剛才不是一樣是提醒 也是在提醒裡頭 提醒剛剛我們是改變的是鈴聲 現在我們改變的是暫停 暫停一點了之後 它有兩個選項 至少兩個 有些人有三個 兩個選項就是 暫停一小時 還是暫停到早上八點 那但是對不起喔 也就是你每天晚上 如果真的睡覺前 你設定一下 到隔天的八點 它自動會開啟起來 你就不用再重設 但是每天晚上 你要設一下 因為你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開始要睡覺 那個要暫停 所以每次要暫停提醒的那個 啾啾那種聲音 或者是叮咚那種聲音的話 你就要去設一下 然後 它可以設 我一個小時之內都不要 有聲音 或者是我直接設 從我現在 一設定開始 到隔天八點之前 都不會有 叮咚或啾啾啾那種聲音 可以嗎 所以呢 它主要有這兩種選項 那各位可以試一下 當然 現在試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 試你 試不出來 但是你可以知道 從哪裡去點 我再重複一次 到在哪裡點 在不是聊天的畫面之下 只要不是聊天 這邊都不是聊天的狀況之下 你只要點到最右邊的 其他裡面的設定 其中 提醒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我教的兩個 一個是鈴聲你可以改 一個是暫停提醒 你要暫停一小時 比如說你可能開會要一小時 希望這趕快開會這當中 你不要 你不想把它關機 喔 那你有時候怕放 那個什麼 反正你不想關機 你只是希望說 不要一直有賴你的聲音 可是又有可能會有 客戶的重要電話 電話就可能 有重要電話 你可能要接 可是你不希望有LINE一直叮咚叮咚的聲音 吵到了那個開會的情況的話 建議各位設這樣 那如果這個是開會時間 你希望手機任何聲音都沒有 建議各位就要按你的那個 右邊這邊的那個音量 把它直接按小 按到幾乎沒有 OK 但是如果你只是針對LINE那個聲音 不要有 就要在這個地方 剛才講的 其他裡面的設定 裡面的那個提醒 其他裡面的設定 裡面的提醒 然後各位嘗試一下 調鈴聲以及調暫停的這個東西 試一下好不好 來試一下